大家好,我是小玉老师 这一章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lient的管理 client的管理有什么用呢? 先不管它什么用,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在哪个模块 这个呢,其实是认证中心里面的一个 我们写了一个东西 叫client的管理,它主要管理是什么东西呢? 主要是对这个认证中心里面 认证中心这个auth的client的detail 这个表里面的信息呢 做一个征判改查的一个管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添加 添加里面呢,你可以添加clientID,密码 那这个scope呢,其实我们目前呢 没什么,没做来做文章 你可以先随一个串 授权类型呢,这里呢,我们默认的不用改就行了 其实呢,它就这个授权码的类型 这个是呢,用名密码 这个刷新token 下面这个非常重要 有人说 我们登录的时候 大家看,登录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side token 那这个side token呢,其实是有有效期的 然后呢,我们其实就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来去修改它的有效期 这个数字呢,单位是秒 比如说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是吧 那默认呢,我们可能是2万 这个反正你可以修改吧 我这里是改了一个比较长的数字 那比如说,你可能感觉你的数字比较长 你要搞成10分钟 是吧 你token可能比较金贵 你搞了10分钟 那你可能呢,600秒 这你可以自己修改 那比如说,你想搞一个非常长的 那你就可以多加点0嘛 下面呢,我们来记忆看这个添加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啊,是授权码模式才用到的 我目前呢,还没有用 还有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授权码的时候用到的 我们暂时呢,也没有用 这里先大致讲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大家用微信的时候啊 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比如有个东西弹出来让你去授权 那你点压确认 是吧,那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这里设成2 有个东西让你授权的时候呢 其实不会让你,它不会弹出那个确认框 直接就获取到你的用户信息了 那如果设成false 它就必须会弹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让你确认一下才能获取到你的用户信息 那这个回调地址呢 其实就是一个URL 这个呢,也是授权码模式的时候才需要用到的 这里感兴趣呢,可以先自行去了解一下 我们这里保存 保存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库 它其实呢 就把我们新建的这个11 给添加进来了 你可以重置密码啊 也可以删除 下面呢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代码 Ctrl 这里逻辑呢,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这里呢 添加二时候呢 其实你要先去判断一下 它这个Ctrl 是否已经存在了 如果存在呢,其实要给它报戳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里呢 这里呢 我们给它train一下 为什么train一下呢 具体啊,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方法 因为 这个GDBC Client Detailed Service 它如果说没有找到的话 它这里报一场了 所以说呢 我们要踹一下 同时呢 我们要给它这个密码呢 做一个加密 这一段呢 其实是 Spring報的2.0以上的 2.0以上的 这个Client的 Client Seeker呢 它是有密文的 一点几的呢 它其实是明文的 然后呢 再调用它这个添加 其实就是自行的一个 Secure锯 这个感兴趣 可以自行的 去点击看一下 修改呢 我们这里呢 其实也已经写好了 然后这个是修改密码 其实就对应到我们这里的 重置密码 为什么呢 要分开呢 因为 因为它这个 GDBC Client Detailed Service呢 把这两个东西呢 分开了 修改密码就是修改密码 修改基本信息就是修改基本信息 所以 因为啊 这个 这个查询呢 因为是这个 可按信息不会太多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呢 就把所有的拿出来了 就没有呢 去做一个分叶 其实这是一个假分叶 是吧 你看 这个total呢 其实是这个 例子的总的数量 这里需要注意这个 什么东西呢 注意这个 大家看我们这个 是怎么处理的 就是我们怎么把它 标记为系统呢 那怎么又是自己添加的呢 这个我们处理 其实处理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查询的吧 就是这个page的 是吧 我们把这个数据啊 查询出来之后 大家看我们做了一个 什么处理啊 做了一个便利处理 便利呢 便利什么东西 把这个lis呢 就便利一下 然后呢 这里有个方法 actermclient 这个方法呢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其实把这个接口呢 先转成它这个视线类 是吧 完了呢 它这个实线类呢 其实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个东西啊 它里面有个参数 是一个map的 其实我们可以 往里面放一些 扩展之段 是吧 如果说你这个map 会空呢 我们就 new一个嘛 是吧 其实它是不是系统 也很简单 我们这里定义 有长量 如果说clientID 等于 就是说 equals这个 system啊 我们就认为 它是系统的 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 它这个扩展之段 就是这个map里面啊 我们写入一个标识 就是acterm 如果说你看 如果clientID 是这个systemer 是吧 那么呢 我们这写的就是tool 如果非systemer 那这写的就是fals 那么前端呢 就很简单判断了嘛 就拿到这个东西 如果是tool 就是系统 完了这个呢 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 加入代码 像这个client的一些 增赚改查啊 这个呢 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比较简单 感谢你就可以自行去看一下 还有就是这个密码加密 别忘了这个密码加密 是吧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跟用户加密呢 其实是一样的 用户的密码加密 就是一样的 甚至呢 这个修改密码呢 比用户那个修改密码更简单 用户那个修改密码呢 还有什么交易老密码 这个呢 也没交易老密码了 毕竟呢 这个client呢 其实这些都是开发人 开发人员去用的一个功能 而且呢 也不会去频繁的修改 或者说去维护 基本上就是不会变的 或者说很少 会变的 目前呢 我们可能 感觉用的最多的呢 可能就是说去修改这个 token预效器 是吧 如果你 你在哪个地方用到了授权 授权码模式的话 你可能还需要写这个 回调地址 目前呢可能就直接用 最多的可能就是去修改这个 token预效器 这一张呢 其实也很简单 大家主要呢 其实还要理解这个 我们自经营的这个 Redis的和这个GDPC的关系 就就可以了 其实呢 这个代码量很小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 类重写负类方法的一个套路 这张呢 夏余老师就给你们讲了这么多